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灵异事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午夜图书馆的倒数计时 二 镜像世界的双生入侵 三 废弃剧院的幕后低音 内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午夜图书馆的倒数计时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神秘又有趣的话题 午夜图书馆的倒数计时 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某部奇幻小说的副标题 不是吗 但在我们这个知识的殿堂里 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 首先 让我们设定一下场景 想象一下 图书馆是一个充满了知识和智慧的神圣场所 书架上排列着历史的秘密和科学的奥秘 然而 当钟表的指针指向午夜时 这个平静的场所突然变得生动起来 这不是因为有什么鬼魂或者是超自然现象 而是因为我们的图书管理员决定在午夜之前完成他们的工作 以免变成下一个图书馆的灵魂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图书馆里的书籍在午夜时分突然获得了生命 开始互相交谈 数学书可能在抱怨它的复杂公式被误解 而历史书则在夸耀它记录的伟大战役 小说书籍可能在争论哪个故事情节最吸引人 而资助类书籍则在劝说其他书籍要更加积极向上 但是 这个倒数计时可能不仅仅是一场幻想 在现实中 图书馆人们确实有他们的午夜倒数计时 他们需要在图书馆关闭前确保所有的书籍都归位 电脑和设备都关闭 所有的门都上锁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而图书馆人们是那些无名的英雄 他们确保了我们能在第二天再次享受这个知识的宝库 有趣的是 有些图书馆实际上会举办午夜图书馆活动 这是一种在图书馆关闭后为学生提供额外学习时间的服务 在这些活动中 图书馆变成了一个夜晚的学习天堂 学生们可以在这里熬夜复习考试 完成论文 或者只是享受一些宁静的阅读时间 所以 下次当你在图书馆里听到倒数计时的声音时 不要害怕 这可能只是图书馆人们在提醒你 是时候把书本放回书架 关闭笔记本电脑 准备回家了 或者 如果你足够幸运 你可能会遇到一场午夜的学术冒险 那里 充满了知识的交流和创意的火花 不过别忘了 最重要的是在图书馆关门前离开 除非你想成为图书馆的永久居民 和那些午夜的书籍一起度过无尽的夜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镜像世界的双生入侵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古老又新奇的话题 镜像世界的双生入侵 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从某部科幻小说 或者是古老神话中跳出来的情节 不是吗 但在我们这个看似理性的现代社会 这样的想法依然能够激发我们无限的想象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的调调 在物理学中 有一个名为平行宇宙的理论 它提出了一个可能存在的 与我们宇宙平行的另一个宇宙 在这个平行宇宙中 一切都可能与我们的宇宙相似 但又有细微的差别 想象一下 如果在那个宇宙中的你 正坐在这里听我讲课 但可能是穿着颜色不同的衣服 或者是有着另一种发型 这个概念已经被无数的科幻作品所采用 从而构建出了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故事 现在 让我们的思维再飞跃一点 来到镜像世界的概念 想象一下 如果存在一个与我们世界几乎一模一样的镜像世界 那里的一切都是左右颠倒的 你在那里的双生可能是左撇子 而你在这里是右撇子 他们的文字可能是从右向左输写 而我们是从左向右 这个想法不仅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还为双生入侵的概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镜像世界的居民找到了一种方法 可以穿越到我们的世界来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遇到自己的镜像双生 这听起来既令人兴奋又有点可怕 不是吗 他们可能会带来新的知识 也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冲突 毕竟如果他们的一切都是与我们相反的 那么他们的价值观 习惯和行为模式也可能完全不同 但别担心 这只是一场思维游戏 至今为止 我们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镜 像世界的存在 更不用说双生入侵了 不过 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文学 电影和艺术中探索这一概念 毕竟 人类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而这种探索正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下次当你站在镜子前 看到那个与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时 不妨幽默地问一句 你是不是来自镜像世界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 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废弃剧院的幕后低音 各位观众 学者 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 废弃剧院的幕后低音 这个主题 听起来就像是一出戏剧的副标题 充满了神秘和诗意 但在这里 我们不仅要揭开 这些古老剧院背后的故事 还要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让历史的尘埃飞扬起来 让我们一起 走进那些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首先 想象一下 一个废弃的剧院 灯光暗淡 座椅上落满了灰尘 舞台上的不仅已经褪色 但是 如果你静下心来 你可能会听到过去的回音 那些曾经在这里上演的戏剧 音乐会和舞蹈的低音 这些声音 就像是剧院的灵魂 废弃剧院的故事 往往是城市变迁的缩影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推进 剧院成为了城市文化生活的中心 那时的剧院 是社交的场所 是艺术的殿堂 是时尚的前沿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许多剧院因为各种原因被遗弃 有的是因为战争的破坏 有的是因为经济的衰退 有的则是因为观众口味的改变 举个例子 想象一下20世纪初的某个剧院 那里可能上演过 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 观众们穿着礼服 戴着高帽 手持望远镜 沉浸在戏剧的魅力中 而现在 这个剧院可能只剩下数换为换 或者成了城市探险者的秘密基地 这些废弃剧院的墙壁 如果会说话 它们会告诉我们多少 关于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成绩呢 有趣的是 废弃剧院有时候会有第二纯 随着复古和保护历史建筑的潮流 一些废弃剧院被重新发现 它们被修复 重新开放 甚至变成了餐厅 书店 或者艺术中心 这些剧院的重生 就像是老演员重新回到舞台 虽然角色变了 但是魅力依旧 最后 让我们以幽默的方式 结束这次的探讨 想象一下 如果废弃剧院的幽灵们真的存在 它们可能正在排练一出名为 我们还在这里的永久剧目 观众席上做的全是历史人物 而我们 只是偶尔能够偷听到它们的低营 所以 下次当你路过一个废弃的剧院 不妨停下脚步 倾听那些幕后的低营 也许你会听到一段历史的回声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 充满趣味和想象力的话题 我们先是来到了午夜图书馆 想象着书籍们在午夜时分 开始互相交谈 接着 我们来到了镜像世界 思考着 如果存在一个与我们世界 几乎一模一样的平行宇宙 那会发生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最后 我们来到了废弃剧院 感受着那些被时间遗忘的幕后低营 虽然这些话题都是虚构和幻想的一部分 但它们也反映了我们对未知和神秘的好奇心 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娱乐 还可以通过想象和探索 拓宽我们的思维边界 在现实生活中 午夜图书馆的倒数计时 是图书馆里人们的日常工作 而废弃剧院的故事则是城市变迁的缩影 而镜像世界的存在与否 还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证明 无论是虚构还是现实 这些话题都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它们引发了我们对世界的思考和探索 让我们不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问题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三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是否有自己的幻想和探索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 并通过提问来分享你们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知识的殿堂里 探索无限的可能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